你存到多少錢 不是反映到你有多有成就 而是反映到你曾經負過多少責任在身上 他是不是去騙蝦條 騙一些女人上床 不如你正正經去撬雞算吧 不要搞那麼多這些事情 只是靠打一份萬多兩萬元的工 一分一毫存回來 這間有百多年歷史的郵局 會見到一個沒面的郵差 這集有好例免費送給大家 由二英勾織藝術家Wendy 送出三套勾織奶茶和彈特 想得到的方法非常簡單 只要你訂閱這個頻道 和讚好這條影片 最後留下一個留言 講述你儲錢的目標和儲錢的心得 由其他觀眾按LIKE投票 所得的LIKE數最多的頭三個留言 就有機會得到 詳情可以看回描述欄 大家好我是安迪 今天邀請了一位朋友 來分享他三十歲前 存到一百萬的故事 這位朋友的身世都比較特別 他很小就已經無父無母 就靠爺爺阿嬤 撫養他長大 他在公屋裡成長 基本上不是一個十分好的環境裡生活 完全落後了在人生的起跑線上 都曾經走過一些歪路 直到他二十五歲的時候 爺阿嬤都相繼離世 他就發覺 原來世界上最親的人 都已經不在他身邊了 就等同已經沒有了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家 他曾經抱怨過上天 為什麼對他這麼不公平 但是最後他都發現 命運始終都是由自己創造出來 他很希望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喊過通過 最後都決定重新上路 那今天的主人翁究竟是誰呢 他就是我了 那真的要些芥末才行 鏡頭一轉 帶大家來到我的新家 Warrington 今天很特別 帶大家一路走一路聊 今時今日一百萬已經不是什麼數目了 但是要儲到人生第一個一百萬 永遠的難度都是最大的 正如我在剛剛片頭所說 我二十五歲開始了一個儲錢的決定 就成就了十年之後的我 可以一家三口來到英國定居 總算是安居樂業 其他頻道可能會教你怎樣去投資 巴菲特教你什麼叫做先儲蓄後消費 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不是一些成功的策略 而是一些預防失敗的方法 有三樣基本條件 如果你做不好的話 無論你賺到多少錢 最後都是預了會失敗 由我二十五歲開始接近零儲蓄 去到三十歲儲到一百萬 達成自己一個小小的里程碑 只是靠打一份萬多兩萬元的工 一分一號儲回來 除了我拋脫自己的努力之外 原因呢 我做到以下三個基本條件 就是避避避避避 避開些什麼呢 就是黃賭毒 但是我所指的黃賭毒呢 就並不是色情賭博和毒品那麼簡單 而是誘惑 貪念 和沉迷 人可以成功的其中一個因素呢 就是吸收教訓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 和我身邊朋友的經驗 我們一路走著Warrington 一路趕 話說這間位於Warrington市中心的Opost Office 有一個很可怕的鬼故 這裡的職員或者附近的居民 在夜晚的時候會看到一個 無面的郵差 這間有八幾年歷史的郵局 其實已經翻身成為一間酒店了 他們形容這個郵差 是做一些未完成的工作 有人還會說 在頂層的窗口 那個角落頭的窗口 就會看到那個無面郵差 看下來的 大家將來晚上來到這裡 就看看見不見到 好了 有時大家和一些身在香港的親戚朋友說 自己住在哪裡的話 大家都很難解釋Warrington這地方 多數可能都會說 在Manchester和Liverpool中間的一個地方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其實你要介紹Warrington這地方 並不太難 因為這裡有一個很出名的童話故事 在這裡發生的 就是我身後面的愛麗絲 無論你有沒有看過這本故事書 或者是電影都好 愛麗絲夢遊仙境 其實大家都從小都聽到大了 最近BBC更加推薦這本書 為八年的必讀好書之一 這本書的作者Lewis Carver 大約在二百年前就在Warrington出生 這個場景是同一個故事書的一個情節 叫做永不完結的茶序 愛麗絲來到茶序裡 看到封母子 碎鼠 和三月套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名字呢 三月套的英文叫做March Hair 英國有一句俗語叫做March Hair 那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三月這個季節 就是一些野兔的繁殖期 那時候的野兔就會非常瘋狂 就會到處跑 到處跳 到處搖交打 好 到我後面的封母子這個角色 其實這個是一個反映真實故事的悲劇人物來的 十八至十九世紀的英國就有一場工業革命 當時有一個病叫做封母病 如果大家有時候看到一些差不多歷史的電影 都會看到無論是一些平民 甚至乎是一些貴族都很喜歡戴帽的 那越高的帽就代表是越尊貴 那當時的製帽業發展都非常之蓬勃 那些帽大多數都是用一些動物的帽來製成的 那動物的帽本身就非常之硬的 那所以一些工廠就會用一些水銀的合成物 就令到那些毛就變得更加軟 令到那些人帶下去更加舒服 但是在製作過程就會釋放了一些水銀蒸氣 當時工業發展講求要快 就不會注重一些什麼安全健康的問題 當時的工人就吸入了很多這些水銀蒸氣 除了影響健康之外 精神方面都會令到他們變得失常 那Louis Carlos就創作了這個角色出來 其實就反映當時的社會狀態 以及向那些受影響的功能致敬 那故事發展到最後變成怎樣呢 Alice就頂他還是不相信 最後都是離開了這個永不完結的茶醉 其實這個已經算便宜了 很多已經加了價是一個半年錢一次了 話說有次帶我兒子進去坐吧 只坐不玩了很便宜 走到過去為什麼自己會動的呢 這個東西非常之敏感的 因為我把負責卡放在褲袋上 我走近一點點 他就原來已經解決到 那樣子移動就讓他玩了 這樣就沒有了一磅 不合乎那個儲錢原則 誘惑、貪念、沉迷 都會令人一步步偏離正道 當一個人沒有辦法擺脫這些束縛 最終只會被困在自己編織的陷阱裡 失去生活意義之餘 還會失去身邊一切重要的人和事 話說我有一個好兄弟 認識了二十多年 他從小到大給我感覺 都很善良、很溫馴 和很幫助朋友 感覺上這個一定是好人 但是他一出來這個社會做事 就染上了一個壞習慣 就是會很喜歡去嫖妓 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很喜歡回到大陸去 打骨 當然是一些斜骨 去一些風月場所 也會去一些一流一的地方 如果我要去學術少少去形容他 就是一個非常之沉溺性愛的人 那賺多少、花多少 本身都是一件沒什麼問題的事 最多都是儲不到錢的 但是之後他發覺 原來性已經開始滿足不到他 他想追求一些有性有愛的關係 開始去玩一些交友APP 在不同的途徑 就認識了很多女生回來 那你可能會說 他是不是去騙蝦條 騙一些女人上床 那不是的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相向的 男人可以去騙蝦條 那女人也可以找老闆 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幸 永遠就遇到一些找老闆的女生 買很多東西給這些女生 有iPhone、袋子等等 吃又要吃好東西 那他當年兩萬元的工資 那有一個女生想要求他 可不可以出一部私家車 可以到處去玩 那他就答應了 那其實他花在這些女生身上的錢 已經多過他以往去嫖妓的錢 其實已經超過了 所以就要去購買卡 借錢 他欠了幾十萬卡 那最後他也要回到家 問他媽媽 去幫他甜騰 最後我都要跟他說 喂 不如你正正經經去撬雞算吧 不要搞那麼多這些事情 唉 在這麼神聖的教堂 後面說這些事情 都不是這樣應該 不過我也是認真的 聖經裡面有句說話 就是辣緊你的舌頭 就等於辣緊你的全身 我都跟他說 不如你試試辣緊你自己的褲頭 其實最後都是勸不行 因為他仿似沒有找到一個人生的轉動點 所以我說男人不能衰黃賭毒 就算衰其中一半也好 都會牽連到其他東西出來 話雖如此 某個程度上 我覺得是一個 他不想的 其實是一個悲劇來的 其實他有些過往不好的事發生 可能他得不到家庭的愛之類 但是我認為 你可以用一點來做藉口 但是這個責任永遠都是自己身上 因為這個藉口 你不是說服其他人去體諒你 而是說服你自己去體諒你自己 你能夠體諒自己的話 你就繼續去沉淪下去 雖然這件事你可以去找社工去幫你 或者性治療師之類的去幫你 但是我覺得這個心癮 最終你都是要靠自己去克服回來 對自己要誠實 對自己要負責任 你是更加不可以連累你身邊最親的人 你媽媽爸爸你老婆你的子女 因為我絕對不認為 你做錯一件事 是要由其他人去幫你承擔這個責任 其實我覺得你存到多少錢 不是反映到你有多有成就 而是反映到你曾經負過多少責任在身上 其實我想說 王其實不一定是男人是獨有的 其實女人也一樣 因為我所說的王其實是一種誘惑 無論男或女都會受到誘惑 等於上帝創造阿當夏娃 夏娃也會受到蛇的誘惑 然後阿當也受到夏娃的誘惑 現今世代 女人最受到誘惑的是什麼 我舉個例子 最近很流行的MIRROR 我以前上班時 有很多女同事都是這樣的 桌上放滿了教主 有姜濤的照片 有擺設 他們有時候甚至乎請假去追星 其實我會覺得 在這方面 你不止浪費錢 你是浪費了很多時間 浪費了很多機會成本 在其他事上 我會覺得 譬如你欣賞一個人 你可能欣賞他的跳舞 或者欣賞他的唱歌 你可以買他的CD 你可以去欣賞這個人 但你不用去追求一個偶像 而他浪費了很多精神 金錢 在他們身上 英國經常被人 視為只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倫敦 第二個就是倫敦以外的地方 但我今天來到 就是倫敦一年一度的煙花節 我們看看這隊有多熱鬧 非常謝謝